氣候宜人的南特 曾經被時代雜誌 選為歐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如果這個大西洋海邊城市的公車司機 竟然以穿裙子 來抗議不得不穿短褲的煎熬 是因為在沒有冷氣的公車上 七月駕駛座的溫度 高達攝氏50度 不只有靠海的南特司機受不了 往北走700公里之外 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被要求穿深色長褲 同樣沒有冷氣的公車司機 乾脆剪斷長褲來抗議 半個世紀前 時裝大師聖羅蘭和香奈爾 為女人設計了象徵平等的褲裝 巴黎果然不愧是時裝首都 只有巴黎是特別為沒有冷氣的公車司機 在2018年設計了 可以由長褲變成短褲的駕駛制服 歐洲氣象對於熱浪的定義為 連續五天以上 日間最低溫度為攝氏35度 夜間最低溫度高於攝氏20度 但是今年從六月份就開始的熱浪 更結合了不尋常的乾旱 很難想像一個不需要雨傘的英國 但是被熱浪、乾旱 烤得焦黃的何止英國 比利時、荷蘭、丹麥、德國 甚至包括瑞典的整個歐洲 都在將近一個月的炎熱乾燥下 從綠色變成令人震驚的綜合色 歐盟兩大國生產國 法國和德國的農業 是受到熱浪影響最大的 根據德國聯合農會的估計 受熱浪影響的股物損失 高達14億歐元 農會要求聯邦政府 立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希望對於平均收入損失 在30%以上的德國農民提供援助 歐盟執委會也將採取行動 幫助受乾旱影響的歐洲農民 波蘭政府已經承諾提供1.87億歐元 來補貼農民 熱浪果然在上週六飆到最高 葡萄牙出現了接近1977年 在雅典高達攝氏48度的歐洲紀錄 熱浪引起的極度乾旱 也讓危險的森林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7月23日 希臘才發生了有史以來最慘烈的火災 造成了91人罹難的慘劇 發生在距離雅典 只有30公里的沿海度假小城 放眼望去一片灰燼 四天之後是葡萄牙南部的山區 發生大火 動員了740名消防員 208輛消防車 和12架空中部隊全力救火 這場大火同樣威脅著西班牙 所以這場大火 在西班牙中的大火 在西班牙中的大火 這場大火同樣威脅著西班牙 整整一星期之後 增加為1450名的消防隊員 和450部消防車 面對著從8月8日開始下降的氣溫 但是一直沒有下雨的情況 讓火勢沒有完全被撲滅 8月7日 歐洲太空署的衛星照片 仍然清楚地看得見 飄往大西洋西南方向的燃燒煙霧 這場熱浪也給工業帶來頗大的困擾 法國被迫關閉了四座核能發電廠 以確保龍河和藍茵河的水溫 龍河目前的水溫高達攝氏26度 讓循環使用龍河河水的電廠 被迫停止營運 過高的水溫迫使河電廠必須停運 過熱的水溫破壞了生態平衡 已經造成在德國漢堡附近的魚類大規模死亡 除了法國之外 德國和瑞典也為了同樣的理由 陸續關閉了幾座核電廠 一向擁有阿爾卑斯山豐富血水的瑞士 上週也由國防部破例出動軍用直升機 專機運水給深受缺水之苦的牛群 抒解了近乎干涸的水井 這個全世界頭一個立法禁止 把活生生的龍蝦丟進滾水裡的國家 當然不只關心熱浪裡沒有水喝的牛群 蘇黎市警察局的臉書官網 在7月30日 PO出了為了要在溫度高達攝氏 55到65度的柏油路面上執勤的警犬 所想出的溫馨保護措施 受不了高溫路面的 不只是蘇黎市的警犬 德國和諾威機場上週 也因為熱浪損壞了跑道的混凝土 導致整個機場關閉了11個小時 不得不使用消防車來冷卻跑道 面對熱浪 比利時安特衛普動物園的星星們 雖然沒有工會為他們爭取 該穿裙子還是短褲 但是他們得以享受 特別為他們設計的冰棒 現在這個暖的氣氛 這就是最好的機會 我們要用冰淇淋的冰淇淋 我們用冰淇淋和冰淇淋 加水、果汁、果汁、果汁 果汁、果汁 所以這就是要用冰淇淋 所以這就是要用冰淇淋 這週的溫度開始普遍的下降 但是熱浪後的歐洲還來不及鬆口氣 山雨欲來的天氣預暴將會有豪雨 長期乾裂的土壤注定會造成暴雨沉災 面對全球加速的氣候暖化 即便是代替斐激主持COP23的波昂 都和斐激一樣在同一條纏上 我 En els暴淋的那一た戶